你学会舍到,一人穷的时候,要少在家里,躲在外面,富有的时候,要躲在家里,少在外面,这就是生活的艺术。 两人穷的时候,钱要花给别人,富的时候,钱要花给亲人和爱人,很多人,都做颠档了。 三人穷的时候,不要计较,对别人要好,这叫人穷至不穷。 富的时候,要学会让别人对自己好,自己对别人更好,学会舍的,这些奇妙的生活方式,很少人能够明白。 四穷的时候一定要大方,富的时候,就不要摆阔了,生命已经恢复了简单,已经回到了宁静。 五年情是最大的富有,但要倍加珍惜时光,贫穷,无需害怕,懂得培养自己,懂得什么是贵重物品,懂得该投资什么,懂得该在哪里节约。 这是整个过程的关键,六别乱买衣服,少买一点,但是可以买几件很有品味的,多在外面吃饭,要吃就请客,要请,就请比自己更有梦想的,更有思想,更努力的人。 其一旦生活需要的钱,已经够了,最大的快乐,就是用你的收入,完成你的梦想,去放开你的翅膀大胆的实现,超越梦想,去让生命经历不一样的旅程。 二学会承受,一个真正强大的人,不会把太多心思,花在取悦和幸福别人上面,所谓圈子,资源,都只是衍生品,最重要的是提高自己的内功。 只有自己修炼好了,才会有别人来欺负,自己是梦桐,凤凰才会来欺,自己是大海,百川才来汇聚,你只有到了那个层次,才会有相应的圈子,而不是倒过来,没有人陪你走一辈子,所以你要适应孤独,没有人会帮你一辈子,所以你要一直奋斗。 人生本就是一种承受,当爱你的人弃你而去,认你呼天枪地义无济于事,生活本是聚散无常,当背后有人飞短流长,认你神如莲花一百口莫变,世道本是起伏跌宕,得知识,好事如朝长,事以后,皆似或落去。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,委屈了,无奈了,想哭了,这些都是你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一个人总在仰望和羡慕着别人的幸福,一回头,却发现自己正被别人仰望和羡慕着。 其实,每个人都是幸福的,只是,你的幸福,常常在别人眼里,幸福这座山,人本就没有顶,没有头,你要学会走走停停,看看沙澜,上上红泥,吹吹清风,心灵在放松中得到生活的满足。 幸福不会一路任何人,迟早有一天他会找到你,无论你今天怎么用力,明天的落叶还是会飘下来,世上有很多事是无法提前的,活在当下,正向提升。 三,学会快乐。 第一句,学会快乐,没有人会为你的痛苦满单,心情是自己的,时刻提醒自己,我爱你。 第二句,学会自我欣赏,苹果最光辉的时刻,就是砸在牛顿头上,相信自己是最好的,说不准下一个被砸的就是你。 第三句,学会自己照顾自己,没有人会贪扶你一辈子,你总得为自己某一个吃饭的本事。 第四句,学会对痛苦说拜拜,爱情使人忘记时间,时间也会使人忘记爱情。 不要让太多的昨天占据你的今天,请相信,是你的不管你怎样任性,他都不会离开你,失去的其实从来真正属于过你。 第五句,学会但看的诗,这世界上出了生命,其实没什么东西让你迷失自己,学会笑着承受,笑着对风风雨雨说,没什么了不起。 第六句,学会善良,善良是做人的基本,不要为了名利而失去本性。 第七句,学会宽容,女人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,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,一点宽容会让别人感激一生。 第七句,学会宽容,女人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,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,一点宽容会让别人感激一生。 第八句,学会高傲,女人应该有一点清高的资本,这资本源于自己不懈的努力,记得时刻充实自己,永不放弃。 第九句,学会坚强,我爱你时,你才那么闪耀,我不爱你时,你什么都不是,这句话不但是用于爱情,也是用于人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